自家面馆内她捡到一个起婴 孩子越长越想丈夫 女人起了疑心 她决心要报复欺骗她的丈夫 她将孩子一气后又将发生怎样的事端 丈夫捡回了自己的儿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这是一档汇集全国民众的公益补法节目 这里是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者 已按说法的舞台 法律援助为经济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免费打官司 法律援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天一个经典案例 每案都是感人故事 法律援助在行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的案例要从一名一岁男童丢失的案例讲起 孙大成和妻子胡姓花在郊区某村的路口开着家面馆 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女儿笑笑八岁 儿子龙龙快一岁了 这天一大早 孙大成开着农用三轮车去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货 刚走到半路 妻子胡姓花突然打来电话说 大成你快回来吧 咱家的龙龙找不着了 孙大成一听 顿时脑袋嗡的一下 赶紧开车掉头往家赶 早上临出门时 孙大成还亲了一下正睡觉的儿子 怎么一会儿功夫孩子就丢了呢 孙大成又气又急 见到妻子他二话不说 抬手就遮嘴巴 质问道 你是怎么看的孩子 龙龙哪儿去了 你给我找回来 胡姓花边哭边说 我怎么知道龙龙去哪儿了 早上你走了之后 我把龙龙送到他奶奶家 然后我就去了店里 结果他奶奶看了没一会儿 儿子就不见了 你说这能怪我吗 此时孩子的奶奶靠在墙头 已经吓呆了 听到孙大成的质问 他惊醒过来 说龙龙啊 刚才在院子里玩他的小汽车呢 我几乎去拿了个东西 转身出来孩子就没了 听到这儿 孙大成赶紧动员亲朋好友 四处寻找 临近中午了 整个村子都找了个遍 也没看到龙龙 完了 龙龙不会是让人给拐跑了吧 孙大成整个人一下子 瘫坐在地上 胡姓花也向围观的乡亲们 哭诉着 场面是一片混乱 这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原来村干部在协助寻找孩子的同时 也打了110报警 110出警后随即展开调查 有人说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出现过 可村里没有安装摄像头 无法查看车辆的具体去向 因此也没有查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最后警察把龙龙在家使用的奶瓶带走 采集了DNA数据存档 并把龙龙失踪的信息上了网 孙大成和胡姓花四处打听龙龙的下落 这时孙大成的胞弟孙大海得知消息后 也从外地赶来帮忙寻找 他们甚至跑到周边的几个省市去打听 但始终没有龙龙的任何音讯 眼看无望了 胡姓花望着失魂落魄的孙大成说 如果当初不收养这个孩子该有多好 这句话说明龙龙是他们两口子收养来的 那么他们当初为何会收养这个孩子呢 一年前孙大成还在外打工 胡姓花在家照料面馆 这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胡姓花正准备关门 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年轻女人 怀里还抱着个婴儿 看上去也就两三个月大的样子 年轻女人靠墙坐下后 点了一份热汤面 等胡姓花端着做好的面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刚才进来的那个年轻女人不见了 可孩子却被放在了桌子上 胡姓花大吃一惊 连忙把孩子抱了起来 仔细一看竟然还是个男孩 胡姓花怕有人找来也没敢关门 可左等右等 那个年轻女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胡姓花抱着熟睡的婴儿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丈夫孙大成突然打来了电话 胡姓花就赶紧把这事告诉了丈夫 孙大成听后惊讶地说 怎么还有这种事啊 你先看着点 别声张 我这两天就回去 到家咱们再商量 胡姓花就暂时收留了这个奇音 他看着这个长得白白净净 能吃能睡 偶尔哭闹的孩子 不由得动了收养的念头 要说胡姓花的生活还有什么不如意 那就是没能生个儿子满足丈夫的愿望 他和孙大成十年前结的婚 一年后生下了女儿笑笑 可众能轻女的孙大成 一心想要胡姓花再生个男孩 虽然他们也符合农村生育二胎的条件 但说来也怪 自从生了女儿笑笑后 胡姓花就再也不见怀孕的迹象 一晃几年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孙大成要儿子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于是他就把怨气撒在胡姓花身上 这两三年不但回家的次数少了 带回来的钱也是越来越少了 在家的时候 动不动就对胡姓花呼来喝去 甚至有时还会大打出手 胡姓花文化水平不高 他只知道如果能生个儿子 丈夫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待他 于是丈夫一回来 他就提出了收养这个孩子的想法 丈夫孙大成听后也很痛快地答应 夫妻俩就这样留下了这个孩子 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着 转眼过了年 孙大成也不出去打工了 他跟妻子说 现在政府给个体经营户很多优惠政策 咱俩就在家好好照料这个面馆 再把店面扩大点 一年下来也不少挣 还能有时间带孩子 胡姓花想想觉得丈夫说得在里 点头同意了 后来他们又想办法给孩子办理了收养手续 这样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做这个孩子的父母了 两人为孩子取名叫龙龙 把龙龙当作亲生骨肉抚养 尤其是孙大成 对龙龙可谓是百般溺爱 就这样夫妇二人精心照顾龙龙长大 可不想被收养的龙龙如今又丢了 这对夫妻俩尤其是孙大成 是多大的打击啊 儿子丢了之后 孙大成除了出去找孩子 就是在家喝闷酒 还经常责怪胡姓花没有照看好龙龙 面馆的生意也早就停了 而胡姓花的压力也很大 一看到龙龙的照片 他就忍不住的抹眼泪 责怪自己那天没有亲自带孩子 胡姓花一方面忍受着丈夫的坏情绪 和他一起出去找龙龙 另一方面还有女儿笑笑需要照顾 心里焦脆的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三个月了 还是没有龙龙的任何消息 就在孙大成心灰意冷 兵临绝望的时候 从公安机关传来了好消息 龙龙被找到了 原来警方在一次联合打拐行动中 解救了一批被拐卖收满的幼儿 龙龙正是其中之一 通过全国打拐DN信息库存档的信息比对 为龙龙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龙龙被送坏了的那天 孙家好不热闹 一看见儿子 孙大成这个一米八多的男人 就哭得气不成声 弟弟孙大海也激动的握住警察的手 连话都说不出来 而这时胡姓花却有些惊慌失措 躲在了一边 后来抱住龙龙是嚎啕大哭 他自言自语的说 都怪妈妈不好 都怪妈妈不好 龙龙回来了 要说这孙大成家的幸福生活又要开始了 可后来发生的事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龙龙被找回的第二天 胡姓花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正是胡姓花让人抱走了龙龙 这时龙龙最终落入了人贩子的魔掌 龙龙是胡姓花决意留下 时隔不到一年 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走 有的街坏邻居指着龙龙的鼻子和眼睛说 跟孙大成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胡姓花怀疑丈夫隐瞒了龙龙的身世 这个收养来的孩子究竟是不是丈夫的亲生儿 丈夫捡回了自己的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在龙龙回来后不久的一天 警方突然来到孙大成家里 带走了胡姓花 原来人贩子落网后 警方顺腾摸瓜 发现正是胡姓花让人抱走了龙龙 这时龙龙最终落入了人贩子的魔掌 这个消息在村子里炸开了锅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平时带龙龙不错的胡姓花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虽然龙龙是收养的 但胡姓花也犯不着要把龙龙给卖了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胡姓花到案后 向警方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刚开始收养龙龙时 胡姓花还真是把他当作亲生孩子来养 因为龙龙的到来 孙大成对胡姓花的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 胡姓花自结婚后第一次感觉到有了温暖 就连一向对自己爱搭不理的小叔子孙大海 见了他也热情起来 胡姓花心里想 龙龙还真是自己的福星呢 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龙龙来了后 家里人都高兴 家庭也越来越和睦 可让他不舒服的是 丈夫孙大成对女儿孝孝 却是越来越不耐烦 家里有好吃的 好玩的 先紧着龙龙 把孝孝放一边 这还不算 孝孝一旦让龙龙哭闹 孙大成不分青红皂白 就是一顿迅士或是一巴掌 胡姓花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转眼半年过去了 龙龙长得是越来越讨人喜爱 胡姓花抱着龙龙出门晒太阳时 有的街坊邻居指着龙龙的鼻子和眼睛说 跟孙大成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刚开始胡姓花并不介意 俗话说得好 谁养像谁 孩子像自家人还说明有缘分 但是无风不起了 闲话听多了 胡姓花心里也开始泛起了嘀咕 在对比丈夫孙大成小时候的照片一看 那眉眼真是一模一样 难道这孩子真和丈夫有关系吗 再想到这一年的时间 根本就没人来找过这个孩子 孙大成对收养这个孩子又那么痛快 胡姓花出了一身冷汗 他只怪自己太多疑了 如果龙龙是丈夫和其他女人生的 哪个当妈的狠心抛弃自己孩子啊 可龙龙跟丈夫长得像又是不争的事实 就这么思来想去 胡姓花心里就越疑惑 这种想法一旦有了 就像魔鬼一样折磨着胡姓花 平时看电视时 只要涉及到亲子关系的节目 他就格外关注 终于胡姓花下定决心 要去做亲子鉴定 有一天 孙大成和同村几个留守青年 拉着村办企业的产品去外申送货 这路上一来一回至少要有一周时间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胡姓花趁此空档 抱着龙龙 拿着早已收集好的孙大成的头发 到室里做亲子鉴定 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 带毛囊的头发和现场采集的 隆隆的血液两份剪裁 就可以进行亲子关系的比对 鉴定结果显示 带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 是带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 而且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 成立的可能为99.99% 拿着亲子鉴定报告 胡姓花似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 也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怀疑 这宋上门的亲鹦龙龙 就是丈夫孙大成的亲儿子 他知道丈夫一心想要儿子 但他万万想不到 看似老师本分的丈夫 居然会背着自己在外面找女人 不仅如此 还导演了一出把私生子送给他的疯狂道具 而且竟然还是自己主动提出收养龙龙的 胡姓花是越想越生气 本想立即打电话质问孙大成 但他在拿起电话的那一刻转念一想 电话里骂他一顿也解决不了问题 龙龙现在是孙大成的心头肉 几个胡姓花夹起来 也撼弄不了龙龙在他心中的位置 这个时候跟孙大成挑明显然得不偿失 但他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 丈夫孙大成回家了 得知鉴定结果后的这几天 胡姓花没有心思照顾龙龙 加上天气变凉 没有及时给龙龙增添衣物 龙龙感冒了 孙大成看到龙龙这几天变得又黑又瘦 衣服也脏兮兮的 脸上还挂着鼻涕 心疼得要命 没等满腔怒火的胡姓花开口说话呢 就先把胡姓花大骂一顿 然后赶紧抱着龙龙去了医院 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 又想起丈夫对自己和女儿的种种不好 胡姓花不禁悲从中来 他既然能把孩子抱来 让我养 欺骗我 愚弄我 我一样能把孩子给你送出去 他暗暗打定主意 一定要让丈夫付出 背叛的代价 胡姓花暗中联系了老家亲友 打听谁家想要收养小孩 要把龙龙送走 一个远方亲戚主动和胡姓花取得联系 亲戚说他结婚好几年了 一直没有孩子 特别想收养一个 胡姓花看亲戚不像说假话的样子 也没再多问什么 简单说了说 丈夫把孩子抱来让他养的情况 亲戚没有犹豫就表示要把孩子抱走 可这时胡姓花又觉得 就这么轻易让他把孩子抱走 又有点不划算 毕竟自己养了龙龙这么长时间 花费也不少 于是又向亲戚提出补偿三万元营养费的要求 亲戚想了想也答应了 又怕胡姓花反悔 没过几天就把三万元给了胡姓花 想要马上抱走龙龙 胡姓花担心直接让他把龙龙抱走 孙大成肯定会怀疑自己 事情很容易也就会败露 于是跟亲戚商量好 趁孙大成不在家的时候再行动 就在孙大成去县城进货的头天晚上 胡姓花给远方亲戚打电话说 明天一早我老公外出 我把孩子送到他奶奶家 就孩子奶奶一个人住 位置也偏 周围没有什么人 你出准机会就把孩子抱走吧 同时也告诉了他龙龙奶奶家的方位和房子特征 第二天早上 胡姓花送完龙龙 又把女儿笑笑送到学校后 就赶紧给一直等着的亲戚打电话 让他过来 随后他连忙赶到路口的面馆开门营业 没过多久 胡姓花就远远的看到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 开进孩子奶奶家的胡同里 这时胡姓花又犹豫起来 心头闪过一丝不舍 但一想到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孩子 还抱来让自己养的所作所为 胡姓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怨恨最终战胜了他的感情 当他隔着窗户看到那辆带着龙龙的面包车 快速从面馆门前驶过 一溜烟没了影的时候 胡姓花留下了无微杂陈的泪水 谁知道远方亲戚并不是真的想收养龙龙 把龙龙抱走后 一转手又以高价卖给了人贩子 人也躲去了外地 尽管后来胡姓花还一度想找亲戚 把龙龙要回来 但亲戚和龙龙都渺无音讯 而他又没有向公安机关坦白的勇气 直到案发 一直齐心吊胆的胡姓花 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 也许他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听了胡姓花的供述 办案人员也很感慨 随后他们去找孙大成 核实龙龙的情况 此前孙大成倒是也怀疑过胡姓花 但不过都是瞬间的念头 他觉得再怎么着 胡姓花也不可能把龙龙给卖了 知道是胡姓花送走龙龙的那一刻 孙大成气急败坏 甚至有想掐死胡姓花的冲动 现如今胡姓花被刑拘 龙龙刚刚回到家 却又失去了妈妈 孙大成是焦头烂额 身心疲惫 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 孙大成却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 他说出了龙龙的真实身份 警察们听后是彻底哭笑不得了 据孙大成解释 龙龙是自己弟弟孙大海的孩子 我是孩子的大伯 我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胡姓花认为丈夫在说谎 偷偷送走孩子 以达到报复的目的 他的目的主要是想把龙龙送走 没有出卖的故意 孙大成说的是否属实 如果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那胡姓花所做的亲子鉴定 要如何解释 胡姓花把孩子送给亲戚的行为 又是否构成犯罪 丈夫捡回了自己的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有人说生活是道复杂难解的公式 我们有算法 有人说生活是堂不断学习的课程 我们有说法 有人说生活是本阅读不进的书 我们有看法 生活中有算法 说法 看法 法律讲堂为您讲法 原来龙龙是孙大成的弟弟 孙大海的孩子 孙大海已经结婚 有了两个孩子 在外打工时 却又有了外遇 并生下了龙龙 龙龙的亲生妈妈 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 自己带孩子 怕别人说闲话 于是出了满月 就让孙大海自己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 可孙大海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这要是让他老婆知道了外遇生子的事 肯定得跟他离婚 急得不知所措的孙大海 只好找哥哥孙大成商量 孙大成对弟弟说 孩子不能不管 可又不能带到你家养 这样吧 你看我也没有儿子 干脆把孩子给我得了 只要你不说 我也不说 谁知道是你的孩子 孙大海说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 但不知道嫂子愿不愿意 而且他们轴里关系一直不好 三天两头的吵架 即使嫂子愿意 也保不准哪天说出去 搞不好是聪明反辈 聪明误 孙大成拍着胸脯对弟弟说 你放心吧 办法我想好了 孩子给我 你放心 我是孩子的大伯 我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咱哥俩就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说 就这样 孙大成故人把龙龙送到了面馆 让胡姓花收养了 误以为是别人遗弃的孩子 上演了一出送子好戏 看到这儿 观众朋友们可能要有疑问了 这当初胡姓花可是做了亲子鉴定的呀 但无巧不成书 这孙大成和孙大海是同卵双胞胎 如果做亲子鉴定 两人都和孩子符合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因此 胡姓花才那么肯定的认为 龙龙就是孙大成的亲儿子 才会义无反顾的要把龙龙送走 孩子的来历终于搞清楚了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因涉嫌拐卖儿童罪 胡姓花被公诉至法院 那么胡姓花当初的本意是要把龙龙送给亲戚扶养 他并不知道亲戚要把龙龙卖掉 他这样的行为该如何 顶性呢 孙大成对胡姓花充满了怨恨 没有为他聘请辩护律师 而胡姓花的娘家只有老母亲一人在世 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直到女儿出事后 年近七十的母亲心急如粉 想给女儿找律师 但又无力承担费用 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 来到了法律援助中心 提出了法律帮助的申请 法院中心经过审查认为 胡姓花符合接受法律援助的条件 为他指派了援助律师 在法庭上 得知真相的胡姓花止不住的哭泣 他责怪孙大成欺骗了他 也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悔恨 但他认为在这件事上 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 他的目的主要是想把龙龙送走 没有出卖的故意 另外他收取的三万元 是对方给的营养费 也不是以获利为目的 因此辩解自己的行为是送养 而不是拐卖 那么胡姓花到底构不构成 管卖儿童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刑法对管卖儿童罪的定义 我国刑法第240条明确规定 管卖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拐骗 绑架 收买 贩卖 接送 或者中转儿童 以及以出卖为目的 偷盗应有儿的行为 因此主观上有无出卖的故意 是判断胡姓花是否构成 拐卖儿童罪的关键 据提到本案中 胡姓花在送走龙龙前 并不存在身体残疾 或经济困难等 无力承担抚养义务的客观原因 胡姓花在联系远方亲戚时 也为主动考察过 对方是否真心愿意收养 并且具备收养能力 加之 胡姓花主动向对方 索要的三万元营养费 以明显超过合理营养费范围等事实 可以判断 胡姓花所谓送养只是他的一种说辞 其主观上还是以出卖获利为目的 因此法院经审理后认定 胡姓花构成拐卖儿童罪 同时部分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 认为被告人胡姓花以上缴全部赃款 且孩子也被找回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 酌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对于孙大成和孙大海的错误行为 法官当庭也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在谈到龙龙的收养问题时 两兄弟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 决定还是把龙龙放在孙大成家 孙大海每月也出一部分抚养费 两人共同抚养龙龙 判决生效后 胡姓花被送到女子监狱服刑 她终日以泪洗面 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中 孙大成也意识到 自己在这件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看到孩子整天哭喊着要妈妈 她也渐渐原谅了妻子 一个月后 教导员给胡姓花带来了一封信 信是孙大成写的 孙大成在信中坦承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能得到妻子的原谅 同时也希望胡姓花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和家人团聚 弟弟婚外生子本已犯错 哥哥不去批评指证 却在重男妻女思想的引导下 用一个荒唐的举动掩盖错误 结果是错上加错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法律讲堂到这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一对新人在迎亲途中 遇车祸一死一伤 刚才还是好好的儿子 现在竟然阴阳两个 新娘的伤情有所好转 但不久后竟突然死亡 新娘的哥哥出了一个主意 把他们俩活着没办的婚事 就给办完吧 办喜事变成了配阴婚 可下葬的前夜 新娘怎么又活了 死而复生的媳妇 明日播出